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我要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 这里的温度就是这个样子 那再问一下 如果说你的朋友从他在的地方寄给你说 他的天气资料是这样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好舒服 对不对 你可能会说 在这种天气的时候 他能够在这种地方 你第一个反应会说 你在哪里或你住在哪里 那可能接下去你就有一点点的羡慕 甚至于嫉妒 因为你也想去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 来过你的日子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 叫做你住在哪里 我们其实是在谈这个 我们心灵的居所 就是问说我们的灵魂能够在哪里安歇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 耶稣说到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像枝子在葡萄树 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 被我的爱来浇灌 所以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我们应该住在哪里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到十七节 好不好 请我们大家起立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我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告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卷选了我 是我卷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将你自己 我们再一次聚集来听听你的话语 虽然约翰福音 十五章九到十七节的经文 是大家听了无数次 而且是耳熟能详的信息 但是求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 让你的话来触摸我们 感动我们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 听到你要我们听到的信息 把你的话活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受到改变 让别人受到祝福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请坐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 可以说是耶稣 离世以前的临别证言 那十五章正好在最中间 所以耶稣的吩咐 他在前面可能提过 有一些在后面也会再提 所以你如果听到一些重复 你知道说这是一个耶稣觉得很重要的信息 要告诉我们 那配合华语部 在七月八月讲到活在爱中的主题呢 我们今天聚焦在看十五章九到十七节 这里呢主要是告诉我们 住在主爱里面的一个积极状态 跟该有的行动 这里就包括了 我们住在主爱里面的这个步骤 以及住在主爱里面的结果 然后呢跟着就讲到说是 我们应该有的彼此相爱的行动 好 那我们再进到这个第九节的时候 先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情侣 问你说 我爱你 就像我爸爸爱我一样 你觉得那是怎么样的爱 你会受到感动吗 好 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要怎么样来想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地方呢 耶稣说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那就是耶稣要我们把 耶稣对门徒的爱 对我们的爱 跟天父对他的爱 是为一类 如果我们用数学公式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 耶稣对我们对门徒的爱 等于天父对耶稣的爱 那这个等号呢 如果只是讲等号 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等号其实就是说 爱的来源就是天父的爱 那讲到神的爱 其实是我们听到很多 说了很多 但是呢很不容易了解的 就像刚刚的诗歌说 你那无缘无故的爱 就是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来表达 那但是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 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 爱是从神来 而且呢 四章八九说到神就是爱 那这句话呢 简单而且深刻地表达了 神不仅是爱的源头 神本身就是爱 那神的爱有许多不同的属性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 一一地来说明 那我们就举七个 耶稣在世上活出来的 这些属性来说明 那首先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他爱我们 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 或者我们的表现而改变 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到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 所以尽管人是充满罪孽 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就是要为我们舍命 这就是神无条件的爱 的至极的表现 那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他怜悯众人 医治病人 又胃饱饥饿的人 他并且为在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 提供安慰和希望 譬如说他医治很多大麻疯的病人 大麻疯在那个时候 因为会传染 被视为绝症 必须要被隔绝 不能跟人相处 那在宗教上被视为不洁净 他们也不能参加任何的宗教行动 活动 但是当这些麻疯的病人 要求耶稣医治的时候 耶稣就动了慈心 他其实可以不必伸手去摸病人 就可以直接医治他们 可是耶稣选择去触摸这些病人 让他们不但得到医治 而且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被接纳 感受到爱 这就是耶稣怜悯的爱 接着我们看到 当耶稣来到橄榄山圣殿的时候 文士和法利赛人 带着那行淫被抓到的妇人 来到耶稣面前 想要耶稣来定罪 耶稣不但不定这妇人的罪 耶稣对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了 这就是耶稣恩慈的爱 然后到了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月节 耶稣心里愁苦 他就祷告说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了我们的益处 虽然耶稣知道 面对这个十字架的痛苦 这个死亡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他还是摆上了他最伟大的牺牲 他的受难和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带来救赎和永生的盼望 然后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 那他还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确实活出了爱仇敌这样的一个教导 即使在极度的痛苦中间 他仍然为定他十字架的人来代求 这就是他赦免的爱 然后我们知道彼得有三次不认主 但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却选择 首先向彼得来显现 然后才向其他的门徒显现 后来又给他侍奉的机会 这就看到耶稣对彼得的爱 跟对他的忍耐 那耶稣复活以后 他给门徒的大使命的时候 跟门徒跟我们应许了什么 要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并且我们回去看 在旧约里头 神在耶利米书也说 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 所以呢 这就告诉我们 神的爱是永远存在 不改变的 无论我们如何改变 他的爱始终如一 这些例子就显示了 基督耶稣的一生中 他是如何具体的活出神的爱 在我们了解了父神的爱以后 我们回到前面 我爱你就像我爸爸 爱我一样的问题来看 我们就知道 人间的爱是有限的 有条件的 而且呢 会随时改变的 而耶稣说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这句话反映了神 神圣的 无条件的 牺牲的 永恒的爱 这个爱是超越了我们人 所能够理解的 而且当我们知道 耶稣的爱既然那么好 接下来耶稣说 要我们常在 他的爱里 这好像就很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 经过 经历过 藏在神的爱里头 我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藏在我的爱里 什么意思 我就用一个 生活的例子来解释 在好多年前 当我岳父母还在的时候 我们每次去加州探望他们 我们都搭早班的飞机回来 通常四点就要去机场 那岳父母他们 三点就起来 为我们做早饭 很多时候 我们跟他们讲说 不要那么麻烦 就不要特别起来 可是他们都坚持这样做 那有时候呢 我们还想说 偷偷地溜走 就不会让他们这么的麻烦 可是每次当我们起来的时候 早饭已经摆在桌上 就让我们感受到 他们的爱 也享受到 在他爱里头的滋味 那同样的呢 我们讲说 常在耶稣的爱里 它就意味着我们要持续地体验 感受跟活出这份爱 那换句话说 在这里呢 常在的原文就是住在的意思 所以常在主的爱里 就是住在主的爱里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接受主爱的浸润和激励 这就像是一棵树 要接受阳光和雨水一样 我们要打开心灵 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 滋润我们的心灵 与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样我们才能做到 与主的爱 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和原动力 能够去爱神爱人 那我们 第十节说到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前面第九节 那里说到神的爱 跟住在神的爱里面 那在这个地方呢 说的是住在 前面说的是住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说的是 怎么样能够住在神的爱中 答案是要遵守神的命令 可能有人会说 爱与命令 这两个是很不搭调的事情 就好像交通规则 要限制我们的速度 要我们不能闯红灯 要我们靠右边行走 靠右边开车 对一些人来讲呢 是一个 让他不喜欢的命令 但是如果我们遵守 我们就会平安无事 这是交通规则 带给我们的平安跟祝福 同样的 神给我们的命令 也是为我们的好处 也是为了爱我们 给我们的选择 比如说立位记 那二十六章就说到 遵守神的命令 就可以安然居住 背逆神的命令 神就要降灾祸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神非常爱他们 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 跟他们一起在那边生活 他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要管理看守 而且不可以吃分别善爱树的果子 他们不遵守 就被神赶出伊甸园 从此就没办法享受 跟神每日同在 这样的一个光景 那我们也想一想 耶稣今天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 祂给我们的命令包括 我们要爱神爱人的大诫命 包括我们要爱人如己的 彼此相爱的命令 还有传福音的大使命 这都是今天 祂给我们的命令 让我们也要时刻来思想 祂的命令在我们的身上 那这经文其实告诉我们 遵守主耶稣的命令 是住在祂爱里的关键 这个不仅仅是表面的遵守 而且是应该发自内心的爱与顺服 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 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主的话也会住在我们里面 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遵守 而且我们有力量去遵守祂的话 祂的话也会自然的成为我们的命令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内说到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这是说到我们遵守祂的命令 是因为我们爱祂 并且知道祂的命令是为我们的好处 这个遵守耶稣命令的行动 应该显示出我们对祂的爱的感恩 也就是说遵守主的命令的原动力 在于主的爱 那也经由我们的顺从 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祂的爱来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用另外这个图来看 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 就会住在祂的爱里 而住在主的爱里 我们就会更加地爱祂 我们因为爱祂 我们就会更愿意遵守祂的命令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关系 也是在我们生活里头需要每天来实践 那第十节的后半段 耶稣说到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祂的爱里 那这句话说明了第一 是说耶稣祂以身作者 率先遵守了父的命令 第二方面呢 祂是以自己的经历 来实际来证实说 遵守神的命令的结果 是藏在主神的爱里 第三方面 祂是说祂的命令是可以遵守的 就像耶稣祂遵守的父的命令一样 第四方面是说 神的爱是 祂的爱是宝贵的 就像耶稣说祂的 告诉我们祂的爱是宝贵的 就像神的爱是宝贵的一样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怎么样做 才能够藏在基督的爱里面呢 首先我们要 每天与祂亲近 借着读经 祷告和默想 来体会祂的爱 加强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其次呢 就是要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中 体现祂的教导 遵循祂的话 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这样做是否符合耶稣的教导 我这样做是否反映了神的爱 这样我们就更能经历到 祂丰盛的爱 所以我们前面 讲九节十节讲到 住在主的爱里的步骤 这里我们要来看 住在神的爱里的结果 这个经文说到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你们的喜乐 叫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在这里耶稣是希望 祂的门徒能够在他们心里 体验到祂的喜乐 并且这种喜乐呢 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充满 并且完全 而这个喜乐的前提条件就是 这些事 这些事指的是第一到第十节 住在主里面 和住在主的爱里的事 也就是说住在主里面 和住在主的爱里 乃是让主让父喜乐的事 十一节说到我的喜乐 意思就是 也就是主的喜乐 跟父的喜乐 那是由于父与子之间 永无间隔 永不间断的关系而产生 基督徒的喜乐 乃是根据主的喜乐 能不能存在我们的心里 没有主的喜乐 就没有我们的喜乐 我们因主的喜乐 而产生的喜乐 乃是满足的喜乐 这是一种完全的 充满的喜乐 这是来自我们 与基督的亲密关系 和顺从的教导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 喜乐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可能有一点饶口 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儿子女儿小的时候呢 他们经常的争吵 有一次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们从圣安东里 回来路上 我气得差点把他们两个赶下车 后来为了改善他们的关系呢 我们就每天早上 带他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把一天交给神 希望神能够带领他们 不争吵 所以每天只要不吵架 我们就心满意足 可是有一天我听到一件事情 就是妹妹在半夜流鼻血的时候 哥哥知道了就过去陪她 到她去停止为止 他们都没有来把我们叫醒 在这样争吵的日子里面 哥哥能够这样子对妹妹的这种爱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也是很意外 那到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更厉害了 放假的时候打电话问哥哥说 你要不要回来 哥哥说妹妹会不会来 打电话问妹妹你会不会来 哥哥会不会来 我们做父母的虽然说有点吃醋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决定的主要因素 但是看到他们这样彼此相爱 我们就非常的喜乐 这是一种满足的喜乐 而且我们这种喜乐 让他们感受到的时候 他们也跟着喜乐 也就更加的相爱 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喜乐能存在心里 并且这喜乐可以满足的一个状态 简单的说呢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是 当我们住在基督的爱里 我们的心灵就会真正的喜乐 因为主耶稣的喜乐 来自遵守父神的命令 门徒的喜乐来自遵守耶稣的命令 那主耶稣顺服主的权品 就能够让主喜乐 主喜乐了 我们也就能够因为他的喜乐 得到满足的喜乐 那这样呢 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 就从合一的关系 合一的生命 进到合一的喜乐 那我们讲完 第十一节之后 我们看到 十二到十七节这一段呢 耶稣两次提到 在十二跟十七节两次提到 彼此相爱 表示他强调 这彼此相爱的核心价值 他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 这个爱字的原文 指的就是无条件的爱 也就是牺牲的爱 这和我们前面讲到 神爱的属性的时候 所说的一样 耶稣为我们的罪 舍在十字架上 这是爱的最高表现 这是一种无私 无条件和牺牲的爱 耶稣命令的下半句说到 像我爱你们一样 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 我们除了要彼此相爱 我们还要对别人的爱 像主对我们的爱一样 要以主的爱的模范 和标准来彼此相爱 那这意味着我们应该 超越自私 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 甚至于放下自我的利益 去关心和帮助他人 我们被呼召要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这种爱 那可能有人会问 事实上我也听过人 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 彼此相爱 怎么可能呢 那我想我们回到 这个圣经里头讲的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神自己就是爱 神生我们的时候 把爱放在我们里面 祂给我们有爱 祂给你有爱 给他有爱 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那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生命 就是爱的生命 神根据这个生命命令我们 当彼此相爱 所以神先给我们爱的生命 然后给我们爱的命令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遵行 耶稣的命令 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丰盛 而有意义 那彼此相爱 最美的一图图画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第二章 44到47节 说到信的人都住在一处 凡物公用 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殿里祷告 在那里剥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使得众名的喜悦 主就将得救了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那我们在教会中 也看到很多彼此相爱的事情 比方说有姐妹 将年幼的孩子 交给在家上班的先生 来照顾 自己开着车 带着患有癌症的姐妹 当天往返休斯顿看医生 我们也还有弟兄姐妹 因为生病或者生产的原因 需要饭食的资助 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跨团器来提供这些帮助 所以充分地显示相爱的行动 那接着耶稣说 你们若遵行 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这里说到成为耶稣朋友的条件 就是要遵行他的吩咐 这是耶稣降杯 我们的身份被荣耀的提升的结果 因此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 他还是更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跟他关系亲密的一种表达 那这个关系是建立在爱与信任的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面就能够彼此清心土一 明白心意分享感受 彼此商量没有隐瞒 就像耶稣说他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了我们 这与主人跟仆人间 仆人只做主人丰富的事 并不了解主人的心意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在这个朋友的关系里面 对彼此相爱的命令 会因为理解和信任 参与跟合作 而更愿意积极的前面的去做 最后耶稣说到 不是你们卷选的我 是我卷选的你们 那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亲自卷选的 这与犹太人他们去卷选 他们想跟从的拉比是不一样的 我们被卷选是出于耶稣 对我们那无条件的爱和恩典 不是出于我们任何的好行为或者功德 正是这种爱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起点跟基础 接着说到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这跟十五章一节对照 凡书我不结果子的 他就捡去 说明了我们被拣选 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和目的 就是要去结果子 我们要努力在生活中 按照耶稣的教导去行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束丰盛的果子 这个果子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传福音 信仰的成长与见证 更是在爱中的行动 和对他人长久的影响 这就能使果子长存 彰显神的荣耀 带来祝福 并且在我们的心中 充满从神而来的满足跟喜乐 那第十六节的最后说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我就赐给你们 这在提醒我们 在祷告的事上 我们需要与主合一 主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我们的事就是主的事 唯有这样的祷告 才能合乎主的心意 才能蒙主的垂听 跟成就 那我们如果说 忠实于神的呼召 在爱中行动 致力于结果子的使命 我们的祷告 这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 会得到祂的祝福 得到祂的恩典 并且得到祂的力量 来持久完成祂所赐的使命 我不知道大家 在读这整段的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说 耶稣讲彼此相爱 第12节跟第17节 为什么中间还要插上 14到16节的经文 那我个人来思想这个问题 是说因为彼此相爱 是一个头脑认知上 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并不容易 大家同意吗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前不久我女儿女婿 她们从宣教的工厂 回到美国来 这个宿职跟休假 我们有机会 跟她们一起去度假 她们7岁跟4岁的女儿 跟我们睡同一个房间 那因为时差的关系 第二天一早 老二就醒了 他就叫老大跟他一起起来 老大不高兴 不要起来 就捏了他一下 老二做了什么事 老二就咬了他一口 结果两个人都哭着起来 我就把他们带到外面 我问这个老二说 姐姐捏你一下 你应该要怎么样反应才对 他直接了当地跟我讲说 我要用爱回应 Love her back 这是他的原话 并且他非常震惊地跟我讲 因为耶稣说 人家打你的右脸 把你的左脸也转过去 由他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的话 神的命令 其实连一个4岁的小孩 都知道 都在他的脑海里 但是做出来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想耶稣在这里 就是要用朋友的道义劝导 拣选结果的责任 跟奉祖民的祷告 来支持 来帮助我们 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 我想 我相信大家 在彼此相爱的道理 已经听了无数次了 特别是他成为 最近讲到主题下的一个宠物 但是我们光说不练 是没有用的 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来实践 这可以是对家人的关怀 对朋友的支持 对陌生人的怜悯 以及对敌人的宽恕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寻找机会来表达这份爱 那下面有几个参考的行动 我们可以来看 第一个是关心与支持 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主动的关心和帮助身边的人 当我们看到旁边的人 有需要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主动伸出援手 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和实际的帮助 了解对方的需要 并在适当的时机 提供建议或协助 有时候我们专心聆听对方 就能够解除他的郁闷 有时候拍拍对方 也能够表示你的关心 我记得我在 我大哥49岁那年过世的时候 在教会 有一弟兄碰到我 他就拍拍我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他的爱跟关怀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试试看 我们聚完会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 很久不来团契 很久不来教会 我们去关心他 或者说我们在祷告站上 看到他的名字 我们主动去问候他 第二个是祷告与祝福 祷告可以说是彼此相爱的行动里面 最容易做又是最难做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最容易是因为 每个人都会做 而且都可以做 你可以为有需要的人祷告 祝福他的生活和工作 表达对他的关怀和支持 那为人祷告不容易做 在这方面 我们常常会成为私信的人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听了以后 可能走了就忘记了 我们最好带个小本子 随时记下 别人的需要是什么 记得为他祷告 或者说随时的为他祷告 有位牧师常常在停车场碰到我 他就问我的需要 跟我聊几句以后 他就随时为我按手祷告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要马上为人祷告 那下面是宽恕与包容 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间 免不了会有冲突和摩擦 报复的反应就是前面讲 你捏我我就咬你 相咬相吞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有智慧的方法 去解决冲突 箴言里面 十五章一节说到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以粗暴 触动怒气 爱是包容一切 忍耐一切的 我在教会里头 曾经听过这样一故事 有位姐妹呢 在床里告诉B姐妹 A姐妹告诉B姐妹说 嘘 你声音太大了 因为里面在聚会 请你小声一点 B姐妹听了以后 很不高兴 她就告诉别人说 A姐妹批评她 这次传到A姐妹的耳中的时候 A姐妹的反应 当然也不高兴 但是呢 她的弟兄提醒她说 将心比心 所以这个A姐妹就 决定去跟B姐妹道歉 并且解释 那是因为旁边在聚会 她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 经过这样的解释呢 B姐妹就 反而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彼此宽容 彼此原谅 就能继续地相处 所以也请大家想一想 上一次 你被别的弟兄或姐妹 激怒是什么时候 那假如同样的事情 再发生一次 你会用怎么样的 做出反应 下面我们讲到 尊重与理解 尊重她的意见和选择 即使有分歧 也要保持 理解和包容的态度 在真理上 我们是需要坚持 在跟真理 没有冲突的事上 我们要寻求合一 避免冲突 我在教会的福祉中间 就曾经碰到 有位弟兄 总是提出相反的意见 开始的时候 我有些不高兴 觉得她是专门找我麻烦 但是呢 当理解她的出发点以后 我反而是尊重 跟宝贵她的意见 也因此学习到 我需要多考虑的层面 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 美国的大选来临了 在教会里头 在团契里头 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谈论 成为很多的争议 我想今天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可以表达 你喜欢哪一个候选人 你可以表达 你愿意为这个候选人祷告 但是 请不要在 别人的面前 在公众场合说 这位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派来的天使 我想你这样想 别人不见得是 这样的想法 同时呢 我们如果在教会 担任一些的服事 更是要小心 我们要讲的话 因为你说出去 别人以为是教会的立场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尊重他人的看法 避免彼此冲突 甚至造成分裂 那下一个 讲到鼓励与赞美 在他人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及时给予鼓励和赞美 这样可以增强 彼此的信任和友谊 甚至传闻福音的机会 大概是因为 我在餐馆做过服务员 所以呢 我每次出去吃饭 如果有服务好的服务员 我一定口头给他肯定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试着这样去做 那今天就可以做的呢 是等一下聚王会以后 跟我们的 这个后面音响的同工 跟我们的招待 跟我们的饭食同工 说声谢谢 赞美他们的工作 好 那下一个是传扬主的福音 那最大的爱莫过一把 救恩的好消息 告诉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让更多人能够体会神的爱 得着永生的喜乐和盼望 我们个人要有的预备 是要熟悉福音事律 也鼓励大家去参加 步道般的主日学 让自己有好的装备 可以去传扬他的福音 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 我们提了这些几个实践的建议以后呢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求圣灵的帮助 我们可以下决心 一个礼拜至少关心一个人 大家可以在每日 主日崇拜以后 牧师祝祷以后 你去祷告 求神带你去 跟你需要 你关心的人来谈话 很有可能 你那天跟他谈话 是对他的帮助 正是他所需要的 我试过 知道神一定会带你 大家可以试试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用气温来判断 一个人住在哪里 同样的 我们用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 来问你住在哪里 来挑战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命 是否是在基督的爱中 是否遵守他的命令 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他的爱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问的话 是说 你是否住在基督的爱里 你是否住在彼此的爱中 你是否住在主的喜乐中 那其实这三个呢 其实是彼此关联的 那就像我们住在Austin 就一定是住在德州 住在德州就一定是住在美国 但是呢 住在Austin 是否成为真正的Austin的人 就很难说 同样的 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就会住在主的爱中 但是呢 住在主的爱里面 我们是否能够彼此相爱 并且在这个爱里面 会不会充满喜乐和满足 完全在于我们是否对上帝 完全的信靠 是否遵守他的命令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这份喜乐 我们的生命将会散发出 吸引人的光芒 我们也会成为他的见证 使更多人认识和经历这份爱 而这爱与喜乐 将会成为我们的标志 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几个礼拜以前 刘牧师在传讲 真爱心的信息的时候 说到加拿大一位姐妹 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活出来 他就能够去爱 周围的弟兄姐妹 然后他就非常的喜乐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从这样的故事里头 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个小学里面 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学生 叫做Jacob 他衣服穿得破破烂烂 学习也跟不上 同学都取笑他 找他的麻烦 那老师注意到 他没有带午餐来 老师就为他预备饭盒 也抽出休息的时间 特别为他补他的功课 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老师收到一份 包得很粗糙的礼物 里面有一瓶 只剩下一半的香水 在旁边有一个潦草的字迹说 希望老师能够用这个香水 使我会想起 我去世的妈妈 之后 这个小孩子 到了中学毕业 大学毕业 都邀请老师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等到他医学院毕业的时候 老师去参加他毕业典礼 他就说了 因为老师的爱 改变了他的一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的经文 我们是否愿意一起学习 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 就像这位老师一样 因为我们的爱 能够去改变别人的一生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感谢你 把彼此相爱的命令 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 向我们显明无条件的爱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在你的爱中 遵守你的命令 在日常生活中 活出你的爱 实践这份爱 得到在你里面的喜乐 并且让这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彼此相爱 成为你爱的见证 使更多人认识 和经历你的爱 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